她在深圳年薪百万 却要辞职去农村老家养猪 引起一片哗然 第一反应就会觉得不可思议 不赞成啊 一点都不赞成啊 她的老瓜子被冲打坏了 她将每斤葬香猪肉 市场定价88元一斤 88块钱就垂了 太贵了 猪肉卖不出去不说 她竟然还要接受一个亏损的桃园 觉得这个套路太深了 果然是一个营销高手 而正是靠着这片亏损的桃园 让她原本卖不出去的猪肉 仅三天时间不仅卖出高价 还供不应求 2017年销售额500多万元 她到底有什么妙招呢 欢迎收看制服经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叫陈文斌 在当地很多人都说她套路很深 将卖不出去的猪肉 仅三天时间 不仅卖出88元一斤的高价 还供不应求 她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接着去采访的时候 却发生了丢猪的事件 陈文斌为了寻找昨天放养没回来的猪 不放过任何一处蛛丝马迹 突然有工人在山沟里发现了情况 咋了 什么搞的 死猪吗 为什么这里呢 为啥死了 看一下啊 解采一下 你配的是吧 还孕了 它是太热中暑了吗 不是 这个某猪 死了时间不长 还是软的 它现在还是比较那个 还是比较软的 我摸一下 死了很久了 它现在发一个 死了那些僵硬的 软的 好像还是热的 这个有中毒的迹象 中毒 这个中毒的迹象 哪儿呀 这个地方 这儿上面有泡沫 鼻子上面有泡沫 就是这个猪中毒了是吧 对 发现猪有中毒的迹象 陈文斌和员工 赶紧给猪做检查 却在猪后腿上 发现了牙印 您通过这个就可以看到 是什么蛇咬的 这情况已经出现好几次了 我们直接无害化处理 这个就是我们放养 这个代价损失特别大 这某时候如果损失了 你们可惜了 如果说这一锅下来 一万多块钱 这一下 原本赚钱的宝贝 却让陈文斌 损失了一万多元钱 陈文斌却显得很淡定 并不感到意外 损失我们每年 大概比如说 做一个百分之五的 一个损失率 这酸糕吗 在我们街市的范围之内 那你为什么不干脆 就直接血氧 就可以避免这种损失 血氧没这么健康嘛 你的猪肉 这猪体质很好嘛 在以外奔跑的猪 还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真死了 遇到这种情况 可惜就可惜了 损失就损失了 只能说以后加强管理 尽管野外放养 风险很大 让陈文斌一年损失 将近四十多万元 但陈文斌却坚持放养 他将每斤藏箱猪肉 市场定价八十八元一斤 最初根本没人愿意买 当开始锤也不要 锤都说八十八块就锤 太贵了 买一斤肉 我们可以买四十斤肉 十斤肉 陈文斌的猪肉 根本就卖不出去 而就在这时 他竟又接受了一个 亏损的桃园 一时成为了很多人的笑饼 猪肉也不好卖 但是他还要接受 这个比较亏的桃园 我觉得他脑袋是发热的 是不是脑袋坏掉了 我们就当时说 他的老瓜子被蹭打坏了 就是说不可思议 所以我们都不支持他 可谁也没有想到 正是这片亏损的桃园 让陈文斌原本卖不出去的猪肉 仅三天时间就卖出高价 还供不应求 2017年的销售额 达五百多万元 那么他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陈文斌1983年 出生在湖南省齐东县的 一个普通家庭 2005年北京工商大学毕业后 他就在深圳的一家公司做销售 几年后身为销售经理 一年能拿到一百多万的薪水 他还把家人全都接到了深圳生活 而到了2015年初 陈文斌却做出了一个 让所有人都倍感惊讶的决定 辞掉深圳的高薪工作 回农村老家去养猪 他的这个决定 遭到了家人和朋友的一致反对 他父母亲给他取了一个叫陈文斌的名字 就希望他把脚上的泥巴洗干净嘛 找一份干干净净的工作 而且在深圳又过得那么好 但他说要回来养猪 我们当时觉得很差异 陈文斌的父亲更是一气之下 卖掉了自己在深圳的房子 独自去了外地 因为我本性想北岸地去呢 在深圳那个好的条件下 那我以后我想的亲夫呢 当我退休的时候 我可以想亲夫啊 反之的话你回农村去 帮我也要拉去农村去 那是什么意思呢 你要回去还去养猪的话 那对不起 我要把房子卖掉 那我不会跟你在一起 随便你去 你的事情我也不管 我的事情你也不管 这个父子关系就从此 就断掉了 我们那个时候 两父子之间基本上没说什么话 很少有来往的 断绝关系的人感觉 陈文斌的父亲 以断绝父子关系相逼迫 年近80岁的奶奶 为了阻碍陈文斌 流转村里的土地建筑场 竟然也一死相逼 我实在不同意他为 我就为什么要为来的 同志我们国家村 不要给陈文斌包 只你要包下水库 我也挑手紧实 我也不认为 我也不认为自己包 下来人家那个水库 现在我都没包下来 不给我包 导致我们现在 当时那段时间 请人都请不到 亲戚朋友不帮我做事 走了开饭了 即便到了与父亲闹江 奶奶一字相逼的地步 陈文斌也铁了心 要去养猪 全世界都在反对 全世界都提出了质疑 他们越是反对 或者越是不支持 我越要把这个事 做给他们看 我这么多年做事 就一直在这样 越是完不成的任务 我去把它完成 我就有一根筋 一个年薪百万的大学生 为什么放弃高薪 突然返乡养猪 他到底看中了 什么商机呢 2015年 陈文斌辞职后 带着老婆孩子 回到湖南郑州老家 投入400多万元的积蓄 瞒着奶奶 流转到了1300亩山地 以每头4500元的价格 从西藏 引进了56头藏乡种猪 开始养殖 等下他们用餐时间 是一个小时 什么用餐时间 对他们用餐时间 一个小时 陈文斌养的这种藏乡猪 又叫人参猪 还叫绝麻猪 是西藏原始的瘦肉型猪种 猪它是属于大成消费 我们的餐猪上离不开猪肉 家这个品质好 容易养 又不容易生病 实在话 养猪还是能赚钱 陈文斌不仅看中 藏乡猪的商业价值 觉得肯定能赚钱 也在养猪过程中 找到了自己的快乐 自得其乐 你没看我乐在其中 我只要回到养猪场 我觉得我整个身心 都是放松的 我没有那种城市里面的压抑感 也没有那种工作负重感 挺好 你听他们吃食的声音 感觉好像那一餐 我们好像我们都有胃口了 希望你听嘛 你只是听那声音 有那么好吃吗 我都想吃一口了 这是一个大合奏 陈文斌为猪吃狂 不仅把猪吃食的声音 当作奏乐 经常像这样和猪对话了起来 好不好吃 好不好吃 香不香 它猪越来越开心的时候 煮完就会咬 吃得比较欢快嘛 我们看一个猪的健康程度 也是这样的 而就在这时 却有两头猪激烈地撕咬起来 别打架 别打架 打什么架 别这样干 一头猪竟然被另一头 一头猪打下了山崖 陈文斌赶紧起身去看看情况 还好山崖不高 被打下去的猪又爬了上来 陈文斌居然还鼓励两头猪继续打 继继继继续干 继继续干 你们继续运动 他们这么凶吗 对啊 这就是运动嘛 你看他那个毛 全力起来 全力起来了 对 藏香猪性情比较野 爱争斗 最严重的时候 能够把对方打死掉 可陈文斌却觉得 这是好事 他们有竞争 经常这样运动 反而是个好事 会出现他身体的各方面的发育和健康 你看就像这样的 很健康 很健壮的感觉 越健壮的猪越不容易生病 而且能卖出好价钱 就喜欢这样放养 把猪放养的感觉特别好 猪也好 我也好 猪好 我也好 铁了心要养猪的陈文斌 从一个一窍不通的门外汉 变成了一个养猪的行家旅首 精心呵护两年 到2017年 陈文斌的藏香猪 长到了90多斤 可以出栏了 那么陈文斌养的这些藏香猪 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为了更加直观介绍 藏香猪的独特之处 陈文斌拿出了藏香猪 和普通白猪身上的同一部位 进行对比 同一部位 它们的瘦肉非常少 你看我们 我们那个藏香猪 全都瘦肉 我们这个跟牛肉一样 是比较紧扎紧凑的 因为我们的猪皮特别薄 你看 没什么脂肪 看不到脂肪 相比普通白猪 藏香猪瘦肉率较高 且生长周期也更长 我们养两年的猪 这个猪蹄在这么点大 跟羊腿一样的 这是养了两年的猪皮 是啊 养两年的 这两猪皮很明显的 实际上从风味和质量来说 藏香猪要好得多 我对猪的信心 比对自己的人生还自信 陈文斌对藏香猪的信心 来源于自己的放养模式 当时陈文斌即将出栏 1500头藏香猪 考虑品质和成本 将猪肉市场定价88元一斤 这样一头猪 可以赚到2000多元 原本准备大赚一番时 陈文斌信心满满 拿到市场上去卖 结果却大出所料 很少有人买 不好卖 当时我在齐东的市场上面 然后拉了两头猪在那里 给大家参观 问的人多 买的人少 一天就卖不了几斤肉 陈文斌一斤藏香猪肉的 价格88元 这么贵 根本没人买 陈文斌想免费让人品尝 都没人愿意吃 有时候我们叫他 就是免费叫他们吃 叫他们他都不吃的 他就说觉得这种猪太小了 他们就觉得 好像这种猪 好像没长大一样的 陈文斌怎么也没有想到 辛辛苦苦养了两年的猪 不仅卖不出去 白白给人品尝都没有人愿意 这在当地成了大家的笑话 我们村里的人哥哥说他肯定会亏的 赚不到钱的 不分他有多少钱 他在这里都会亏掉的 都是这样笑话他 压力特别大 回本人很慢嘛 就是真的想回去那是 因为母猪那么多 陈文斌的岳父在陈文斌回乡后 一直帮忙养猪 可眼瞅着猪卖不出去 感觉没有希望 就离开了猪场 此时只剩陈文斌一个人在猪场撑着 可就在陈文斌的猪肉卖不出去 资金链快要断掉时 他又做了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这个人叫陈建刚 是这片四十多亩面积桃源的主人 2017年由于桃源经营不善 做不下去了 想要转让 但却一直没有人愿意接手 就在这时 陈文斌却主动找上门来 提出要接手这个桃源 陈文斌的这个做法 令桃源的主人都有些想不通 他能够来接也觉得很奇怪 因为他本身那个猪肉也没产生效益 也是处于亏损 还来跑来接这个亏损的桃源 当时真的想不通 陈文斌连自己的猪肉都卖不出去 为什么还接手这个一直亏损的桃源呢 现在猪肉卖个这样子 一天一头猪也卖不出去 我说你现在又搞一个什么果园 当时他猪肉卖不出去 他为什么卖桃源这个问题呢 你觉得他是不是有点好过勿远 不然看到一个金点子 我想把这个客户引流引回来 这个让我看到了希望 原本赔钱的桃源 竟然让陈文斌看到了希望 那么他到底有什么金点子呢 当陈文斌把赚钱秘诀告诉朋友时 所有的人都赞不绝口 他拿了一个方案给我 我看了之后恍然大悟 眼前一亮 我说这个家伙果然是一个营销高手 这一片桃源面积四十多亩 陈文斌以五十万接手后 靠着这片桃源 陈文斌却打开了藏香猪的销售市场 我来搞一个果园 大家也可以来个果园里面栽桃子 我们当时也没规定多少人数 我们只设计了两项 第一投一千块钱 第二投两千块钱 我们在第三年挂果以后 我们可以分桃子 可大家投资桃源 跟陈文斌养藏香猪 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当时投资了两千元 现在没有桃子吃 但我们每年都会来好多吃 十多二十次 这个猪可能都吃了二三十头了 桃子还没看到吃 觉得这个桃路太深了 原来陈文斌不仅投资果园 不用自己花钱 还把藏香猪肉给卖出去了 陈文斌给每个投资桃源的人 一张一千元或两千元的 藏香猪肉提货券 可以在一年之内随时提取猪肉 这样下来 大家投资一千元或两千元 相当于用这些钱 买了陈文斌的猪肉 因为这个圈可以抵抵猪肉的消费 后面大家就桃子几年都没吃到 那只要到这里吃猪了 桃路比较深吧 这种桃路所谓的桃路 就是它的营销技巧 我们当时搞的果园 我们整个投资设定是五十万 可能我们现在的果园的股东 到我这里消费和带来的效应 远远大于这五十万 果园的股东就到我这里摘桃子 来看桃子了 还可以品尝我们的猪肉 间接地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宣传推广作用 整体农场我们的猪肉 给它整个宣传出去了 这种人食材火焰高 曾经让人匪夷所思的桃园 竟然在短短三天内发展到了两百多个投资人 销售出五十多万元的藏香猪肉 这些人成了陈文斌第一批稳定的客户 而尝过藏香猪的这些客户 大部分变成了回头客 口碑相传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陈文斌的藏香猪 纷纷慕名而来 今天陈文斌邀请桃园的投资人来到养殖基地 举办一场别开生命的亲子活动 你们说一下今天有个奖励措施 今天谁抓到猪了 给你们烤猪好不好 好 开始抓猪 好 来 来 来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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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玩 他买他 奖励你们吃烤猪好不好 好 好不好 好 来 掌声 掌声 好不好 好 好 陈文斌经常举办这样的亲自活动 不仅让小朋友体验农场生活 更将家长培养成了自己的固定客户 我经常带他到这里来玩 经常带他清净大自然 我有时候带他去喂猪 陈文斌让每个来这里体验的游客 变成了自己的忠实消费者 并且在自己基地开展农家乐 自制特色菜品 烤乳猪 猪肉串 涮猪肉 红烧猪头等特色菜 一头烤乳猪最贵能卖到1680元 如果没有这种餐饮的带动 没有让客户直接能够体验到 吃得到这个猪肉 那肯定我们这个销售上会面临困难 我们实际上这一块又给我们间接了 又带来的利润 自制菜品大多用到的是瘦肉 或者五花肉部分 剩下的部分 陈文斌还要加工腊肠 腊肉等食品 腊肠腊肉是我们湖南的传统 湖南的腊味挺出名的嘛 这个腊味这些销售我随时有随时发都可以 保鲜这方面非常方便 同时送礼也特别好 家乡的味道嘛 湖南腊味比较出名 陈文斌将藏香猪肉进行肥瘦搭配 自制藏香猪腊肠 最高卖到200元一斤 腊肉128元一斤 陈文斌开设农家乐自制菜品销售腊味 仅农家乐的年销售额就达180多万元 大大增加了藏香猪的附加值 由于藏香猪生长周期长 两年才能出篮 为了增加经济效益 陈文斌带着记者去看他杂交出的新品种 现在是出了一个新品种 养藏香猪两年才八九十斤 出篮时间特别长 一年可以涨了一百五六十斤 从这个经济价值来说 和这个资金回收来说 这个猪就要快很多了嘛 同时老百姓能接收这个价格 才三十多块一斤 黑猪继承了藏香猪瘦肉多的特点 生长周期为一年 市场定价36元一斤 经济效益更快 陈文斌通过多品种养殖 既缓解养殖藏香猪的经济压力 又实现多品种销售 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 现在陈文斌不仅自己走上了制服路 还不忘带动周边的农户一起制服 陈文斌直接带动四百多贫困户脱贫致富 找了合适的对象以后我就给他放养 放养以后我们回收 这样以后我们的市场就做得大 而且我真正可以把我们这个企业 一个责任给他担当起来 不想给他养猪 因为给他养猪有钱赚了 第一个他不用销售 老板销售了 第二个他们不要什么本钱 没有压力了 他一年下来农赚十万 陈文斌靠着开农家乐创新菜品 培育新品种成立合作社三招 仅一年时间 2017年实现销售额五百多万元 成为了当地致富带头人 也实现了他最初回到家乡的愿望 不管走到哪里 我都心中好像总有感觉就是念这个家 我想回来做点什么 是心里一直有这个念头 只是很多人不理解而已 我只是把这个梦想慢慢地实现 我对乡村生活有一种特别的热爱 几乎痴迷的那种感觉 他们说有的人自在远方 而我自在家乡 我就是在家乡情感 陈文斌巧用桃源卖猪肉的故事告诉我们 创业要有眼光有胆量 但光有这些还不够 还要有智慧讲策略 陈文斌始终坚信 有心就有力 有力就有为 有胆有识 让他在创业路上 不畏前行 想了解节目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官方微博 微信移动客户端 同时欢迎登陆央视网浏览查询 您还可以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致富金官方微信 获取更多致富信息 广告之后 一起来看下期节目 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他创业十多年 积累了五百多万元 可在2012年 一场大火 把他的财富烧个金光 可就在火灾之后 他却迅速摆脱困境 财富也飞速增加 只因他破解了一个行业难题 胡德纲的年销售额超过一亿元 从财富清零到再度崛起 胡德纲是如何欲火重生的呢 我看到这些比较高财富是一个 广告的财富